我們剛才去過地雷博物館 剛才我們去過地雷博物館 接下來你這個地方真的一定要來 因為兩個地方很有關聯 而且這些老鼠幫了牠們很糟糕 老實說,剛才地雷博物館 我真的很有感覺 但我人生最害怕的就是老鼠 這個小組很大 其實我現在真的很爭辯 很害怕 但又是這樣 由於我真的看過地雷博物館 我也想來看多了 因為我知道柬埔寨是第一個亞洲國家 引入這些來自非洲瘦牧品的… 他們叫蘇鱗鼠,或者叫Hero Red 來找地雷 為何用牠們好呢 因為輕輕 對,牠們一隻都是1.5公斤 即是踩上地雷… 不會引爆牠 會爆 對,基本上狗狗有時候很重 而且牠們很厲害,牠們很適合 為甚麼 牠們逐半個小時可以找到的範圍 聽說牠們要四天才能找到 很厲害 很厲害 而且牠們訓練了大概九個月至十二個月 就可以開始正式去工作 每天早上 牠們就會開始找地雷的工作 所以現在不用怕,我陪你 帶你進去看看吧 真是咬我 走吧,來… 我剛才看過Hero Red 不怕吧 真的不怕 完全兩回事 而且我覺得牠們搜索地雷的方法 你看到就是兩個人配合一隻老鼠 他說老鼠的臭角 應該有1米的覆蓋範圍 但牠們不會只用半米的闊度 這樣走 確保老鼠的臭角 永遠可以覆蓋範圍 不會有漏 而且要獎勵牠們 你看到牠們好像找到了 你要請牠吃香蕉或花生 還有,牠說牠訓練 除了牠早上開始刮 牠要讓牠知道有獎勵 就是這樣打 對,有聲音 知道原來開始刮 然後打聲,我就已經有獎勵 這是牠們的訓練方法 現在牠們說整個柬埔範圍有52隻 例如牠們這個中心 有五隻行常座 有八隻在裡面受訓 我覺得牠們現在有一個目標 2025年的目標 就是希望清晰柬埔寨的地雷 是,但其實現在只有三個據點 其實之後牠們還會去其他地方 再讓牠們繼續工作 起碼不用為人那麼容易受傷 老實說,起碼會令我… 由我這麼害怕老鼠的 都不再害怕老鼠了 但香港人是坑居老鼠,不算 是,我會不會被牠們的 立即使用ViuTV App 和上ViuTV免費重溫 更多精彩節目 任你選擇